大家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互動 我們有個QRQ可以掃 然後我剛剛特別查了 整個中間的新聞稿 只要中間大家不特別教我唱歌的話 我就不會被罰用 我們有社交距離 然後我因為每個禮拜去邦卡拉斯錄 5月8號就可以開始上個節目 所以我們進入影棚 所以都要快閃 所以我一個禮拜之內就閃了 現在第三次了 所以都是陰性的 不用擔心 OK 應該是OK的 那我的Structure 其實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我並沒有準備什麼簡報 電腦以及他們的電腦 但是就是靠大家舉手發問 那但是因為通常舉手發問可能會很長 然後有時候是到最後單位可能會越舉手 所以在最開始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是形容其他一個 那掃了跳拓之後可以幫上面的問題按讚 按讚的問題越多的 我就可以越往上扶 那往上扶我就先來處理 那但是當然現在大家都是有名有信的 或是匿名的 所以就是我念出你的問題之後 如果想要補充的 或者是覺得說我回答的可能不到位 那可能想要追問的等等 那就直接拿麥克風 我們這邊有數位麥克風 看一下至少有三位 所以就可以 數位就有很多位的意思 所以大家就可以一起來聊一聊這樣 好 那我們就 不多說就開始了 那我們 李力學老師想要問說 這個 數位使用高齡的落差 以及成槍的落差 以及 等於成槍又高齡的這樣子落差 好 你要多說一些嗎 為什麼會想要這樣子問 我們這邊有麥克風 應該這樣可以 我講話 可以 但需要習慣的比較多 好 我這幾年大概都是做那個 農村的高齡 對我的這個部分 那我在查的資料裡面覺得 高齡大概是早期的那一群 就是我的爸爸媽媽 或是包括我啦 就是比較 其他在教育訣裡面 是稍微做一點點檢這樣子 那又一問成槍的差距 如果我們期待在這個 整個社區營造的過程當中 期待成槍可以再度的發展起來 不要那麼大成槍落差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還包括隔代教養等等 就我請教一個政委這樣子 謝謝 這非常好的 因為我或自己 在做這些數位服務的時候 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無害病存 就是Hunlessful Existence 那無害病存的意思 無害的意思就是說 要讓老人家 或者是不熟悉 或第一次傷亡的人 覺得說 這個不會侵害到他 我舉例 像我阿嬤她快90歲了 那她有一些社區的朋友 當時都要去買口罩 然後排隊排到院神災到 然後非常的不舒服 這樣我每次 因為我每兩禮拜就會誕生 回去都要聽就是阿嬤的朋友們 講很多關於當時就是 2020年2、3月的時候 這個對老人家多麼忽悅 那所以呢 當時我們就規劃說 他可以在樓下 我們樓下就有一家全家便利商店 那就可以直接 當時我們使用提款卡 然後插提款卡 會52塊新台幣到機關署 賣一張小來單 就可以去櫃台買預購的口罩 我們最早是這樣子 而且也差不多做好了 那但是 就是因為我都會帶這些想法回去 跟我阿嬤討論 那我阿嬤就說 這個是太絕對新的方 那我為什麼呢 就請她一個年輕朋友來跟她解釋 那是一位楊奶奶她77歲 所以只有對我阿嬤來講是年輕朋友 都沒有解釋 不是年輕朋友 這位她口中的年輕朋友 楊奶奶 那我還真的帶她走的整個流程 那她就是在提款機前面 然後看到那個165款家電的貼紙 她就很嚴重的那個口吻跟我說 說唐鳳瑪跟你講 就是我絕對不會用提款機前轉出去 她會用提款機提款 這個她是會的 但是她覺得她如果轉出去 不小心和所有的接合的話 她的那個存款就不一樣 所以她一定是去郵局歸檀 然後填那個廢管單 那所以她指向性質本 簡單來講 所以我們本來是一片好意 覺得說我們把身份認證 跟會52塊錢結合在統一的固證 那可以省去便利商店的 萬能的電源的負擔嗎 那但是楊奶奶說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就回去要去繼續排隊 而且繼續罵這種服務 你這一套 就好像沒有作例一樣 這樣子 但是這個 我會的一個特長 就是我會說 就是那不然要怎樣 明星年來 如果你是湯空的話怎麼樣 但是我會用很客氣的口吻說 所以就是說 楊奶奶你現在在這個便利商店裡面 然後你看就是旁邊的這樣子 店員很忙啊等等 那你有沒有覺得說 怎麼樣子可以讓你比較安心 所以說不是只是省力 而且要安心 那楊奶奶她就看了 然後就告訴我說 如果說這個插卡的地方 她可以插健保卡 因為她在藥局也是插健保卡 那她插健保卡 那她寧可說 她拿小白燈 她去櫃台書 52塊錢出來 因為她身上如果只在五十二塊銀幣 她總不可能不小心 就是失去五千兩百塊 對吧 所以她這樣是最安心的 所以就是她不是說 都要櫃台的人幫她填 她也是知道櫃台很忙 但她希望能夠分成兩段 就是健保卡做成更認證 然後用現金來進行這個支付 那後來我們就去跟全家 跟Seven跟Live4OK都談了 那他們的那個Kiosk 就是iPhone的那個Kiosk 其實可以改裝 然後來做不需要密碼的健保卡延伸 因為要不然也不記得她的健保卡密碼 可能也沒有申請過健保卡密碼 所以一切都是以貼近她的需要 讓她安心為主 然後我們就重新設計 然後她也真的這樣子做了 那做完之後 她就覺得很順利 比刀要去順利 那因為她是她的那個社區的KOL 就是非常關鍵的一件領袖 所以她就覺得說 這是我設計的 後來我有送一本 那就送給她 感謝她 那所以她就拿著那個 去跟她的更年輕的朋友 66歲的 那你去拿手 那我幫忙設計出來的 可以在這個箱口的全家 或者是Seven 那就可以拿健保卡 就可以做所謂的口罩3.0 那所以這個的無害Harmless 就不是只是省力上的無害 也是安心上的無害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病存 病存就是說 當我們推出這個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說 那你的健保快一通就不能用 或者是說 你也不能去邀請男主張 就像我們現在推出 簡訊十連值 藍牙十連值 但是我們也沒有說 值得會不用 因為我阿媽出門的時候 是絕對不戴手機的 它只看得到很大的iPad上面的字 那手機事實上 它就算戴了眼前還是看得太清楚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它當然不可能運行 不管藍牙十連值 還是簡訊十連值 不過他們也會創新 有那個社會創新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連續張 就是刻那個姓名張 所以就是現在有一種 就是印章它是不需要沾墨的 它是可以自帶墨水 對 那用十連值 只需要你的聯絡 電話包含實話 那然後跟怎麼稱呼談談 這樣也可以 那所以它就可以喝那個澡 然後它就發現說 它的年輕朋友 就其實是真的被人 對他們來講 這個比什麼都方便 因為你只要像7000 它是一張好像名片一樣的紙 你就蓋個床 丟進那個頭條桶那樣東西去 或者交給店員 那你看 隱私上面也沒有問題 反映後面的人也沒有看到 那時間上面 比掃卡的扣子快不慢 所以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沒有這個 並存的概念的話 那大家就沒有辦法說 那我們看現有的科技 什麼來符合社會的需求 就會變成 社會必須要被科技所擾亂 變成社會要符合科技的需求 所以我們每推出一個 數位技術的成果 如果都是像這樣 就是說關於長輩的事情 就要長輩的參與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 就比較不會出現說 那個落差的狀況 因為他們自己就是 最懂的設計師 而且如果他們設計出來的話 他們一穿實實穿 那個力道比我們大很多 因為他們時間很多 所以就是立刻就整個社區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是 滿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是我自己的一些經驗 那如果又是高齡 然後又是有城鄉落差的話 我覺得滿重要的還是要 就是像便利商店的店員 或者是藥局的鑰匙 或者是他的旁邊的分離帳 等等的這些朋友 那來擔任他們的一個轉譯者 這樣子一個角色 那像我們在台灣 會去看整員區醫療等等 其實我們這一開始投資進去的 並不是說 讓他自己在家裡開個line 然後就開始跟醫生討論 那這個是很困難的 而是說 讓他的那個社區的 不管是文件站啊 或者是衛生所啊 或什麼 家醫科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離島的一些護理師 最早提出的是一個 好像來臨的護理師吧 那他是 因為當時他的同儕是 好像是便宜直升級 然後晚上那個雨很大 然後後送 然後最後就摔下來了 所以他們都 碰壹子 他覺得說 這為什麼是這樣 是因為當地的人 不是很相信 當地的家裡的護理師 覺得說不管是大小 都要趕快奔倒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可能留不住人 所以醫學中心指引過去 可能過一陣子 他發現沒有人手當地人 線人他也就被到奔倒了 所以這個惡性循環 所以他認為要 凝取線人的方法 並不是我們很 naive 想像的說 很天真想像的說 沒有人就是在家自己開個品牌看醫生 這是絕對不穩的 而是說他實際去那個衛生所 我們間站的時候 我們透過視訊的連結 因為他看到說 這個專門派遲聖經的那個 楊明大學的醫師 他不管患了什麼大小傷病 那個專科醫師 他們在線上會症 而且那個他的家醫 或者他的護理師 很懂的樣子 所以就是可以 在他們的遠距指導之下 那護理師也可以來做 就是初步的這種診察 或甚至是治療 那這個當然在當時 我們從馬力克頌提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違法的 我們其實當時的醫師法裡面 說護理師只能在醫師 在他旁邊的時候 他才能夠做剛剛的這些事情 那他沒有說 我旁邊有個螢幕 螢幕上有個醫師的影像 什麼 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隨著寬屏的普及 其實這兩個是差不多的事情 在大部分加醫科處理的事情裡面 那所以這個法律 其實是更不上時代 那所以我們當時 在總統的黑客頌 實際的變相去試點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說 這不是只有離島使用 在原住民族的地方也使用等等 所以衛福就因為他們那個隊伍 得了就是每年的五個 就是卓越團隊總統頒獎給他們 那個獎杯是一個台灣的形狀 然後底下一個投影器 你一打開就是總統頒獎給你 然後承諾說你的在地的想法 會變成全國的就是政策的 這樣的一種承諾 所以以前都很困難就是 像執政其實內政部管的 那衛福部裡面 醫師司啊 長照啊或什麼 那國藩會裡面國土書啊什麼 每個都有不同的agenda 那現在就是說反正就是 因為他們演完 你一打開獎杯就是通通透影 這叫什麼? 神主派 因為神主派很危險 所以就是各部會的主命 好像非來很當一回事不可 所以本來什麼四年之後 才會完成的什麼忠誠計畫 什麼全部都移到這個前瞻的這個 scale 然後就直接變相年度的錢 所以到現在就所有的變相 跟移到就是特別選出民族地區 都有剛才講的這種就是在地的護理師 都可以去在遠區的遺事協助之下 派對待辦法送去做一些醫療的這種系統 那像這個同樣的 也是第一線的那個轉譯者出發 因為他越靠近第一線 越了解實際的痛點所在 那他也有那個專業的訓練 去想出真正的解決方法 他缺的就是難怪神主派而已 所以我們剛才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種在地的社會創新 盡可能去彌補高齡跟成效 我想那個創意必須要是來自於 而不是來自於我們 就是灌在台北的地方裡面想這樣子 希望你們有多少會怕這個問題 謝謝 如果有人要追問我們可以分享 都可以 不然我們就再往下 所以是舉手的那個優先順序 高過沿路上的 所以就是舉手大戰網 都可以了 好 那我們下一個是 嚴嘉仁老師問說 前大陸社會政委 對於藉由公務提起的運行 是不是遭遇到變革的困境 或是在人事啊 專業性的協調的 過分價值的 那種過分困難的地方 以及怎麼樣進行思考跟解決 這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家三人都是舉夢家 所以我們還蠻熟悉 就是事務官的想的事情的方法 那我在當錄的時候 2012年裡面 我就是很公開的說 就是公僕的公僕 Public Service 那意思就是說 我不是來找大家麻煩 我並不是說 我自己有什麼 就是由上而下 命令大家在做的事情 那但是呢 我很願意擔任一個角色 就是說去確保說 每一個創新方生的時候 他不會贏為貨 就是不會採線 不會變成說好像在公務門 某個人 因為某個人提出問題 通常在公務門 他就要解決問題 那但是如果他的那個domain 就是他能夠負責的部分 其實是 只是那個問題 裡面三分之一的話 那他光是提出這個問題 他就得罪三分之二的人 那這個大概就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們中文科技課中 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每年要太多個提案 每個都是有公益目的 扣任去大家的目標 我們就發現說 因為我們允許 就是社會團體提案 或學界提案 或甚至你就是一個網友提案 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是用平方投票 但是我就發現說 最投票的那些案子 他不管提的人 是所謂的什麼社群社會 或者什麼大學 或什麼之類 就是很多就是 飄的一種標開題的氣息 那感覺就是 感覺就是公務門的某位科長 他在這個抽屜裡面 已經放一個案子放很久 但是他就 不是很想去踩別人的線 但是你看這樣有好處 就是說他可以說 這是社會部門嗎 公民的提案嗎 我只是按照我們總統的黑客松的這個原則 幾個工甲去參加民間組隊的那種活動嗎 我只是提供他必要的支援等等 那過了三個月之後 他的這個想法可能成可能不成 那如果不成的話 對他是沒有風險 但是如果成的話 因為總統的頒獎給他 他很多時候就冒出來說 沒有啦 這個當時是我提到 這個時候他就沒有彩線的問題嘛 這個變成類似總統政見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用了很多這樣子的經濟設計 像其實SYGLE 我們在自己開會的時候 我也發現到說 只要長官在 署官是絕對不可能舉手發言 而且他傳史條也好 這個傳奇系訊息也好 都只有他長官看得到 我完全看不到他 所以如果他長官一下沒有理解他的意思 或者是說他的主張跟長官相違背 就算他手上有解決這個問題 所需要的關鍵的動作 我也守得到 那這樣子我當然主席不是很浪費嘛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就是說 開跨部會的會議的時候 就開始來的 那反正只有在場的人 有這個QR Code 然後大家都是匿名的 人家都在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誰 但是 就是 就是 他就不會有一個 好像這個幫幫掛鈴鐺的這個問題 他就提出一個想法 那大家按讚就表示 在場的都不會都同意他的想法 那這個想法 就很容易變成就是 就是大家覺得 這個想法真的很棒 那我們在民間 就是給所有公民都可以用的 像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Join平台有五千個人 連署 那我們就會就是 顧貴來回應嘛 我們就發現說 在一開始最常提案的這些人 其實就是公務員 那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用 十年認證成本來的匿名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堆名字 就是馬力蘇 我愛大香大香愛我 所以就是 你也不知道是誰的人 像馬力蘇就是去提說 民間 就是在請休假的時候 都可以用小時來請休假 但是當年在2017年的時候 我們公務門只能請半天半天 那尤其是 如果是你要照顧長輩 或照顧小孩的話 那你的特休一下子就用完了 那你的休假 試假什麼的quota 就會不夠 但是事實上你只需要一小時或兩小時啊 那所以顯然就是我們HR跟不上時代 那這個是系統的問題 也不是 那為什麼都不改呢 因為最需要的人士行政總處 跟考試院會嫌 才能夠做到這個證實相當很大 所以誰也沒有想好就是拘手 那但是當馬力蘇提的這個案 已經立刻就五千多次 大部分的公務員 來這邊連署之後 這個配合牧師的能力 就是任總去問他們 這個一條邊碰到的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說 這早就應該改了 那民總就說 為什麼你不講呢 之前沒有這個平台 所以全部都移到那個全虛骨 那在這個就是考試院那邊 他們就說 你總不能說因為網友的這個 五千個人 我們也不知道是不是公務員 我們就通過吧 這不行喔 所以他們就發回去 所以他們花了幾個月時間 寫了一篇就是洋洋灑灑的說作文 說為什麼這會提升公務員時期 還是什麼東西 流才比較容易之類的 那總之就是他們就在那一年就通過了 那通過之後那個馬力蘇 我立刻用證明來我的Facebook上的留言 說是他提到 對 簡單來講 就是說 你要 你要降低他在意見形成階段 你搞階段的風險 但是當他真的成功的時候 你要給他快樂 那這個時候 大概就我還沒有碰過什麼 一些不聊的事情 因為以前如果是我有一個這個拍腦袋 想到了很好的想法 我如果一定要下命令的話 我是不會這樣做 但是就是我們家三代巡弄交往 有很多長官這樣子 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概就會變成是 如果事情到最後不搞雜樂 那是事物關的問題 而如果事情做好了 那只有主觀的快樂 因為你不知道是誰提的 你也不可能有一個平台 冒出來說 當年是誰的很好的主意 他也不可能得通過辦公務員時 因為就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大概就是已經完全變成匿名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Due Credit 比起說暫定風險 我覺得這個Due Credit 是相同重要的 那只要有這個Due Credit 那下一個人就會想到說 如果連這個用小時機架 都可以這麼順利的通過 那我們就可以Push一些 我們本來不太敢推的 例如像說國綠卡 或什麼皮膠房 你就有了沒有的這個商店 什麼之類 所以很多關於公務員的權益的東西 就是在這個給一般公民用的平台 然後都寫到成功了 那我覺得這是蠻好的事情 因為這些本來就早就改改了 而是之前沒有一個匯聚大家的祭祀廣義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 要追問嗎 還是有公務同意 要趕快匿名提案一下 謝謝玉珍老師 問到說這個2021年第三方支付 使用人數已經過千萬了 消費行為的推理非常的強勢 政府的管制的重點跟態度是什麼 我自己是蠻有感的 就是在我們三個券跟五個券的這兩個時候 那個差別就是到五個券的時候 不但願意用數位券 就是用第三方支付 或信用卡的人多了非常多 而且店家的那個接手的程度也高了非常多 那當然有很多人說 那是因為疫情無接觸什麼之類 沒有人說因為大家的時間是早慣了 自己相信要吃負面的很容易之類 但我覺得這都很 anecdotal 就是說可能它有小部分的解釋力 不是很大的解釋力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解釋力 我覺得就是說我們是採取了一個 電低的成本 而且讓你沒有風險的這個概念 如果你是一個小攤商什麼的話 三位券跟五位券時期最大的差別 就是五位券時期有一個叫做 雲池帶雲池集的這樣子一個專案 那雲池集的專案就是說 假設你現在就是手上很多人 都已經有張iPad 或者是平常沒有在用 一個舊的Android手機或什麼 那你只要有這個 那你甚至不需要買新的Pose機 你不需要去投資新的硬體設備 一直到雲池集上面去裝個軟體 那突然之間你這台舊手機 這台舊品版 就變成Pose機的短末 那而且裡面80%的成本 完全是中小企業廚房裡敷掉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 因為它一下就獲得3萬點的Credit 那3萬點它可以用很久 所以它可以先試這種支付方式 再試另外一種支付方式 來試試看這個軟體呢 還是要投資買一個好一點的硬體呢等等 那對那個企業來講 或是甚至一般的攤商 或豆花店什麼來講 它就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並不是說像以前那樣子 就是它要投資很多 那到底都沒有人用 它就覺得可以等 而是說因為它需要多少財富多少 很多的這種都是Pro-Rated 就是真的有這麼多人來就是狀刊付費 那你才需要付那麼多的手續費等等 那而且裡面80%的成本付掉了 所以無論如何都是有賺沒有陪的 那剩下的就是包含什麼營業稅 或者是什麼小被摸投資 不是投資營業 或者那個免開發票啊 或者是這個會不會被火炫取 額外盯上啊還是什麼之類 所以我們大概都做了一些配套了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這一次的這個道具非常非常的順 那我們就提早的把就是運勢幾個 就是我們本來匡定的 本來覺得大家好像用不太完 因為線性成長 但是我被勸一推出來就變指數型 一下就用完了 所以我們還要追加預算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子的 就是公務門的政策 就是我自己覺得比較有用的 因為這個會有像 楊奶奶跟娃娃那樣子 就是他會有遺傳實實穿白的那個作用 他讓每個人都覺得說 我推薦我的朋友 就算是這個夜市我旁邊的那個生意人 進來用這件事情 我不會害他 我完全不可能害他 因為我自己有體驗到是零風險 再要遺風險 所以我如果推衡他的話 他也是遺風險的零風險 那只有這樣子才能夠遺傳實實穿白 如果是按照我們平常的就是 他當的方式去宣傳政策政績的話 常常我自己去逛這個攤上夜市 其實他們完全都沒有聽說過這件事情 因為真的你透過自治會 或透過什麼 他真的碰得到的人 是非常Active的那群人 但是比較沒有能夠活躍 參與自治組織的人 通常是碰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能夠這樣子 一旬事實穿白 然後他立刻就能夠解釋的話 那就是很容易 而且我們調整的速度很快 比方說一開始我們在推廣的時候 那就有那個就是夜市的 資助會員會長吧 他就寫封Email來跟我講 說這個他收到封信出了這個 但是他覺得不是很Work 為什麼 因為他第一次申請的時候要用工廠品證 那但是他們都是一般的小商號 哪裡來的工廠品證 那當然中西處就跟他說 小商號也可以申請工廠品證 那但是這個不Work嘛 對不對 就是說這樣子的話 對他來講就不是下載一個軟體 裝在一個舊品板上面 而是說你要專門花時間去找你的大小章 然後到去哪裡去辦一個工廠品Work 那所以他就說這樣子決定完起來 就是不可能讓我成效 那我就想說這個很好解決嘛 因為我們檢訊實驗是為什麼 一個禮拜之內就兩百萬個看商 跟營業商家都自己開始應付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只要是你要負責人自己的手機 那用這個手機就好像手機報稅一樣 去驗證說你就是那個本人 那個回個SMS 回個檢訊 你就是證明說你就是你自己 所以我想說商號代替他的就是 就是營業人就是應該有手機吧 沒有很難想像的 那所以我們就去蓋了那個 雲石機的入口 所以他就用他自己是營業的 那個負責人的手機的號碼 回個檢訊認證 他就可以立刻取得我剛剛講到 三萬塊的這個Credit 這個就是變容易之後 馬上那個技術增加了RG 就是一傳十、十傳百的那個 一傳十就可能變一傳二十、一傳三十 那立刻傳染的就增加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確實吧 大概我們所推出來的這些東西 都是希望大家在B上 而且可以純實存在的情況下 去建立一些就是比較好的 這種使用習慣 那對於消費者來講 他也不會覺得說 好像說 欸值得我沒有辦法去 建議我常去的商家 去使用行動支付 因為他就是要負責很多 相反的就算消費者都可以去 他想注意一下說 那為什麼你還沒有在使用 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做巧克力等等 這個Nudge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好 如果OK的話我就在往上 有三個朋友們問說 成本政委對於公文跟私企業的 所謂數位轉型成功的定義 在規劃跟執行上面 要注意的什麼重要的項目 這是很好的問題 我想對我們來講 就是數位轉型 剛剛講的是無限領測 那這個為什麼是因為 我們在公部門 我們必須要去照顧到所有的人 那所以不是像我以前在 阿侯的時候 只照顧到就是買得起阿侯的人 對吧 就是說如果這個 你公部門還有公部門說 真的不是我的事情 而是我的競爭者 他會就是解決那一部分的人的問題 我不需要特別想這個事情 那但是在公部門 反而是那些不能用的 或者是不使用的 或像我講Passive 他根本不知道可以用的 這些人才是我們要照顧的對象 不然我們要公部門幹什麼 對不對 那而且像我們2017年 在那個專門平台上面 大家提案聯署說 暴使人體難用到爆炸 那為什麼 就是因為Windows很好用 但是Linux和Mac 那一年真的就難用到爆炸 事實上是在 那我們也不會說 那這個Linux和Mac的人 就跑去接台Windows 或轉過Windows 就是禮住他們宗教信仰的 那就是說 對 事實上就是當時好像有一段 就是接電話接他們 很煩的舞區國旋局 某一區的人員 他真的就在電話裡面說 那不如你跟你的朋友 接個Windows吧 然後立刻就上了新聞 然後財政部長 馬上就收到立委諮詢 然後黃國昌說 他整個當時四個小時 都沒有成功發完稅 你看到那個什麼事 所以我也一直說 這地方不能輕易地講說 不然你去用我們的競爭 只要這個私部門可以講的是 公務門講不出這句話 那當然更不可能說 那你報稅很麻煩 你去找對著國家報稅 對不對 這是更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是 反正跟同一 這跟私部門的邏輯 完全不一樣 對吧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能夠做什麼 我們就是公務門的好處 就是說大家都 特別是在台灣 對公務門有非常多的意見 那大家都 怎麼講呢 就是建議勇為 是這樣講的 就是很不令其餘 去給我們批評指教 這應該是EQ 比較高的一個講法 對 所以 像在當時那個 就是 包含能量到爆炸的 那個 數位轉型的 那個提案底下 那大概八成都是這種 PH值已經低過零 就是非常非常酸 在這些留言 包含說 這個PH值可以低過零 就是強酸 對 對 什麼官網網路無能 財政部長下台 這個都還是比較 沒有那麼酸的 有更酸的 那但是呢 我們的做法是什麼呢 就是去 我們說會炒的 不是有湯汁 是進廚房一起炒湯汁 所以 任何人只要留言 怎麼罵財政部長 我們財政部的開門 怎麼聯絡人 就在底下留言說 感謝您 對我們的運指教 我們都收到了 我們在兩個禮拜之後 會開一個寫作會議 大家一起劃出明年的 報稅的流程 我們陳致也邀請您參加 尼戀民後來我們財政中心的話 也歡迎您去 線上觀看直播 那透過slider 來打拉您的建議等等 對 那很有意思 就是他這樣子一回 一開始大家都還覺得 這是一個亂辱詐騙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在底下回 我說我是唐豐 他講的是真的 我現在在PTT上站 就說我推文前 就要先打官號 我是唐豐 OK 我說唐豐太講的是真的 這樣子我們那個風向馬上逆轉 就是說從隔天開始 八成的人都在分享 他真正的批评指教 那哪里真的可以做得更好 只有不到两成 还在说财政部长下台 已经没有人理他们了 所以可见就是说 大家只是需要 一个宣泄而已 就是说大家宣泄完之后 那你如果是都会理他 因为你博力学 没有能力理他了 那这样的话 就措施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你只要说 欢迎批评指教 大家一起来发明 报告顺庭 Transt out这些酸民 就是非常踊跃 每个人都来报名 然后真的就在你们的当场 就开始化 就是明年的报税人体的状态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各个其他部会 不相干的这些 部会的开放政府联络的人 因为我们会邀请 不相干的部会来当小组长 那所以这个时候 他不管是海委会 还是陆委会 还是什么 大概跟报税没关系的 这些人 他们就第一个学到说 他们真的是站在民众这边 因为他们也报税报告 快要吐血 对吧 所以这是说 他们可以发挥 他们的公共行政那种专场 化的时候那个可行性 一定更高嘛 那第二个就是 他们很有成就感 因为民众很少看到 中央官员站在报名那一边的 就是站在抗议者那一边的 大部分都是站在高墙的那一边 所以就是说 站在鸡蛋这一边的 这个中央官员少吃又少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他们就 就是被民众爱戴这样子 他们很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一下子真的就设定出 一个可行方案 那这个可行方案 当然现在大家已经很习惯了 就是我们手机报税的 这个方案 那同一个画面也就是 产生实验室条 可也就是预购扣照 也万用的 因为参加的 有各个部位的公务员嘛 所以大家都记得说 这个是我们一起划出来的 就好像杨奶奶这个 做出那个界面 他会告诉他都没有一样 所以就不管你是 卫福部经济部 还是什么的 那你之后 你就会告诉你的这个专委 你的科长说 这边有一个 我们当面一起做出来的 保识软件 它很好用 别人都可以用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数位转型 它成功在理 就是说 虽然大家立场不同 部门不同 但是数位就是很多位 就是不止一位 所以集思 就是说 大家虽然立场不同 但是会有一些共同的价值 比方再报学 就是不要报价 那当时我记得2017年 财政部自作主张 这可以讲吗 应该可以讲 好像第一次讲 那个自作主张 我就不讲谁 要关报在最后一刻 就是最后一个礼拜 加了一个当你试算完成 还没有上船的时候 五区国税局 每个都长得不一样的 那个吉祥物 一个娃娃 会跳上跳下 然后在那个画面上 突然看出来 然后说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全新金汉化 然后就是笑得很灿烂的 一个那个 就是anyway 想要就是报税之后 就是心情好一点 然后等个几两钟 才能关掉 那所以在他们做 那个使用者体验 Shadowin的时候 那这一段是 大家最不满意的 就是非常非常不舒服 有一个严肃人说 这个所谓痛快 就是痛得就要快 你痛得不能够延长它 你延长它 我就更痛 你不要想说 你透过画面设计 让我心情好一点 你让我就是十秒钟报完税 我去买个啤酒 我心情好一点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 承代单位 他会想到一些很棒的主意 但是可能是用对他来讲 帮你这种指定 但是其他的部会的人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拿学人 想出来的主意 一般来讲不是比较好的主意 在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部会 但是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痛得比较快一点的那个目标 那然后呢我们就让创新得以扩散 就是大家一想到说 那你可以在便利商店 插健保卡来做身份认证 我们确实有一个mode是这样 有人想到说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月主门号来做身份认证 那很多很多的想法啦 那这些想法 每一个想到的时候 因为透过这种有线上直播的 然后有完整记录的这种东西 它就很容易扩散 那就算这个创新想法 那一年还不是很完整 还不是很可行 总有人看到这个记录然后就可以再把它变形 变成更好想法更好想法 那一旦它有可行 先立刻就落地 所以就是说共同的价值收敛的速度 跟符合这个价值的创新扩散的速度 那这两个我觉得是数位转型最主要的一个metric 那这两个metric也是透过数位才能够达到 因为如果不是数位的话 那就是一个房间里面多少人 就多少人在一起想事情 但是数位的话呢就是数十万 数百万数千万位 都可以一起想事情 所以需要注意的重要的项目 那就是增加这种意见交流的这种频繁 那像透过直播啊 透过比较有结构的记录的方法 然后呢 这种按赞的方法 因为按赞就是 不能你一言我欲语的时候 其实大家很容易聚集的方法加起 好所以就是增加频繁 那然后降低延迟 就是我们每一次像智慧中心 有人打1922给他们讲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他完全不怕发夹完什么 那隔天下午两边立刻就说 我们昨天做法错了 今天做法是这样子等等 而且很感谢谁 对不对 那所以就是说 当大家已经很习惯 24小时就是会改一下 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那个延迟就变得非常低 那如果你是一年才能够改一次方向的话 那我作为一个社会创新者 我为什么要0.0呢 我自己去创业还比较快 但是如果我24小时之后 或至少一周之后 像我当时的简讯时间之 或口罩预购 都是每个礼拜四去上班 所以就是我们会解释说 在上个礼拜 我们收到来一下好的相反 那我们就在那个礼拜四 去把它实做出来 那因为这个是 可预测的 可以预测的 所以大家就很愿意 继续花那么多的时间 来帮我们一起讲事情 那我想这个在弹性组织里面 也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像Slido这种 就是完全不用钱的东西 就可以多用啊 像我之前跟 应该是景积总经理长 我们一起去了几个Panel 那他就发现我用Slido 就是都不用准备剪刀 就是非常的轻松 后来他的那个All Hands Meeting 他的好像季度还是年度的 就是变系里面的 Conco 对Conco 就采用了Slido的这个方式嘛 那然后他可能就是前几个 然后他就比较认真的话 时间回答 然后后来有一天 我没有在一起看 我们常在一起看 然后他就跟我手 正好是他那一名 就是员工最支持的那一首之一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chip and cheerful 就是很容易重播的 这样一个社会创新 所以要给大家参考 希望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好 那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郑伟对于元宇宙 对于NFT有没有什么看法吗 是不是一场骗局 是很多场骗局 不是只是一场骗局 源源不断的骗局 对 对 对 那我想 这里我们是要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 说的发展图里面 会有一个民主网络斯 就是the primal of the democracy network 那民主网络斯里面 会有一个多元宇宙科 所以未来真的会有多元宇宙科 感觉就是很厉害 不是只有国际观 有星际观 对 就是宇宙人嘛 对 但是我们用多元宇宙的这个概念 就是想要去抗衡 就是Meta 就是Facebook改名成Meta 之后的那个元宇宙的那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 他们的元宇宙的概念里面 基本上游戏的规则是 就是大本子设定的 他们能够联盟 当年他们想要发行Libreby 最后没有发行成功嘛 就是那些那么大的那个组织 来设定规则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人跟人之间的交谈 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 可以自己去调整灯光啊 可以去放这个荧幕啊 可以排座位啊 什么之类的 那未来在就是足特国的元宇宙 你可能也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你做的每一栋 你都要先问过那个地主的同意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就是民主社会嘛 那如果这个大家安排自己的就是家里 你去花园什么东西 有点影响到旁边的人等等 我们有靠民主调节的方法嘛 你去找地账嘛 一路到去找地位嘛 但是总之就是有靠民主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那个你的礼账 或者是社区发展协会或什么 你如果想要改变它的方向 你有一些参与的方法 这不及都可以把它换掉嘛等等 那但是我们一旦登陆这个Facebook 我们就从一个民主阵体进入一个专制阵体 对吧 那就是就是他 因为有超过两分钟 是一个主权嘛 他一个人说了算 那其他人希望他找理由的 而不是说真的能够改变他的决策 那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没有什么contability 就是说他为什么现在想这个 明天想那个 那就只有他旁边的几个人知道 我们也是不知道 他们也不需要给出交代 所以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他可能是加骗局有一点点重 但是确实是他去营造出某种让人上瘾的状态 然后让人觉得说 虽然大家都知道使用过度 这个对心理健康不好 但是无论如何就已经上瘾了 而且会影响旁边的人 所以很大程度上面 跟卖烟或卖酒的 或什么是非常良向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并不是说要完全非法 烟跟酒箱也还可以卖 但是就是说 大家还是要了解到说 他严格来讲 他是就是 贩卖沉迷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当你沉迷到那个元宇宙的时候 他的那个元宇宙的时候 那基本上就是 他随时觉得你的注意力要 卖给出最高价的那个人 不管他是广告商 还是想影响投票意愿的人 还是俄罗斯人想要跟乌克兰 就是做一些讯息战等等 反正他输得起钱 那很不幸的就是说 通常就是配到是最输得起钱 你可能这个就是勒索人体 拿了一批比特币 所以他也没有地方放 所以他也可以去就是 用这样的方式去操纵大家的感受 那所以 直到关于什么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 那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Minecraft 大家如果没有在玩的话 可能大家的亲戚朋友 会请他也在玩 那 那Minecraft 那创世神 Minecraft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就是现在全世界有至少16万个小宇宙 就是每个人用自己的个人电脑 或甚至手机 都可以加一个小Minecraft世界 在那个Minecraft世界里面 你就是神 就是创世神 那在里面的物理定律 什么定律 完全你自己决定 那因为它是开放原始码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创意的话 那这个创意很快的就扩散 那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 垄断你的使用者的注意 为什么 因为你登录Minecraft的那个界面 也是开放原始码的 所以想要改那个界面的人 也可以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阻止说 他要放了什么 广告阻挡器 或什么之类的 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 很容易的状况放阻挡器 所以很少在Minecraft里面 就有盖版广告 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双方都是有 开放的创新的自由 所以我们再说 大家都会有这样子 开放的创新的自由 那这个我想是最重要的 那NFT的话 因为我最近 那最近 前几天才跟那个 Vitalik Guterne 就是一台放工的创办人 我们算访朋友 那我们聊了两个小时 阿瑞克 因为在路 看到这次的节目 那所以他就是在讲 他对NFT的 就是很不舒服的一些点 那最重要的那个点是什么 就是NFT 它除了整包卖过去之外 它没有别的操作形式 所以结果就是说 你手上只要有钱 那不管整个NFT 看起来再有意义 那你就是可以 垄断的把它卖过去 所以他除了炒作 以及跨国炫富之外 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 就是实际的解决的问题 不过当然 当就是很有钱的人 都在国外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都关在家里的时候 跨国炫富是一个真正的需求 所以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是一个骗局 因为当你关在家里的时候 你有什么名牌包 人家是看不到的 那名牌包再好的 这个你透过外 看起来也没什么样 对吧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当你平常有炫富的需求的时候 当你关在家里只能视讯的时候 平常那些炫富的东西都不能用 而且跨国的情境更不能用 那所以NFT就很恰当的解决了 你想要跨国炫富的这个状态 对那所以除非就是你用跨国炫富的这种 刚性需求来 那不然就是说 每天不炫富就活不下去的这种感觉 那不然的话NFT也完全不是很大 那它的这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说 你看太容易转来 它没有办法阻止转来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实体世界的 类似NFT这种平整还有价值 它比方说这个 这个你判灯完了百月什么 那跟你一起这个登山的游团啊 向导啊什么导游啊什么 登山的这些大师啊 这个发给你这个certificate 那这个certificate之所以有意义 就是说它类似奥运金牌嘛 所以你不能够说 我把金牌转卖给最高出价的人 然后上面的名字塗一塗 然后就变成那个人的名字 就是大家都知道说 是你真正完成了什么事情 是你这个人 而不是说 现在刚好买到你的这个金牌的人 那NFT的状况就很像说 我好不容易 考到了什么博士学位什么的 然后确实它是限量的 所以那个学校那一年 也是发二十张博士证书 但是它目前技术上面 非常容易说 我主张吧 我现在我是唐动 我突然改名叫另外一个名字 但是其实是那个买家的名字 然后我回去去告诉那个大学说 我改名字了 那它现在是非得改成 那个新的人的名字不可 所以它立刻就取得了博士学位 那像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是就是出了博士学位 所以它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 把NFT再会的改作 变成不可转让 那它一旦不可转让 它就比较有类似 真正的意义上 certificate的那个意思 那我觉得不可转让的NFT 它现在叫SDT 搜放头看 就比较不是骗局 以及就是说 它会用骗局 比较容易被发现出来 那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等真的技术研讨会 再来到的话 但是这是大概目前 NFT的一些想法 那这个未来的这个多云宇宙科 大概会有很多关于这些的一些 就是我们即使是在社会世界里面 还是要保持民主原则的一些想法 那有三个朋友问说 行政规划Digit Plus方案 推动外景支援国家 那几乎包含各个领域 跟产业的发展 但是没有看到国防 国防在六核心 在那个战备 或者是就是新的那一批 Digit Plus是比较早的 但是2016年的时候 就开始规划 2017年就出现了 那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因为自动电军 并不是在Digit Plus 国外院长 还是副院长的 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范围 因为国防外交是总统群线 所以他们那边 大概都是由国防队来进行维划 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国防外交 包含自动电军的这些事情 有另外一套决策理系 那它就比较不会放在行政院的 那种比较domestic的智能国家里面 不过 自从俄罗斯侵略不断之后 这个想法开始有所改变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平战转换 其实乌克兰的那一个 就是他们所叫的IT部长 数位转型部部长 它在真正实情去用的那些 不管找房空洞 或者是同难路线的这个重包规划 还是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他们平时在用的那个 类似我们我的义政符 或者是健保配童 这样子的东西 它就是赶快抽换一些功能 那本来平时用的东西 立刻就是智慧议器在使用 所以平战转换的这个任性 就是以斯文言抗达截定 我们现在觉得是 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以前我们在做 domestic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智慧观也常常讲 因为健保制度 我们不想浪费的关系 我们常常忽悟那些资源的时候 都忽悟到刚刚好 因为不想浪费嘛 就是大家很大睡前 但是当你忽悟到刚刚好的时候 的问题就是说 当疫情这种就是 特别平战转换来的时候 你会完全没有余意 那没有余意 所以怎么办 当然在防疫的时候 没有特别条例等等 但是那是因为 就是病毒的速度 在当年2020年 毕竟还是比较慢 我们大概都有 两个礼拜的时间 去做一个iteration 但是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 那当然是没有可能 礼拜的时间去做iteration 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说 我们平常需要 保有更多一点的余裕 就算某个地方 它已经有这个 官品已经到了 好不容易拉到光线 还是什么微波网络 什么之类 但是如果它是 战略上没有意义 或者它是太深山了 所以你很难用一般的 思绪去网络到了等等 那说不定地位 卫星也是 仍然是有价值的 就算你平常用不到 但是就是 有时候会用得到 我们最近都看到的 所以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要多呼一些鱼鱼 我们平常用 就是不管是风灾 震灾什么之类 我们平常就会碰到一些灾害 来进行 育女跟演练跟模拟 那最后真的发生了什么 就是比较类似病灾的东西的时候 至少就是整个钥匙 可以交给这个 我们在这地方帅 那但是我们平常 还是要先做 这样子的resolience 那这个也会 反映在我们未来 支援国家的绘法里面 也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那有三个朋友们问说 社会转型迫在年轻 那企业当然接受度很高 但是学校分盈率的组织导入 遇到非常多的问题 那像线上教学 那像在这些学校不是很好 主要就是大家不习惯 那后续政府有没有什么 更多的辅导跟做法 是有的 我们在之前的准备 很多都是在联系跟引体层面 就是确保说你真的有硬件 你真的连着上 你用的软件子在上面 没有问题 因为2020年 我们不需要用 但是全世界帮我们测试过 所以我们到2021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些 比较细的多的东西 可以来做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 说不完全是这样 就是就算在这边讲到 就是说有数位工具 但是不表示说 老师 comfortable 也不表示家长 comfortable 因为他们在平时 并没有在某些 特别适合去带入 数位载具的那些课堂上面 好比像说你要学一门新的语言 那因为我在苹果市做Siri 我们就知道 Siri学习的新语言是很棒的 像Siri Duolingo 这些东西 因为事实上 不管足语老师 还是其他国家语言 或是新出名语言老师 他就真的不可能 二四小时可以上台讲话 不可能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 这种共学的社群 那有一些 机器学习的辅助 那小孩他最想要练习的时候 他有地方可以练习 在这样子的特定的课堂上面 他不会让老师觉得 他剥夺到老师的教导权 也不会让他觉得 他教材教法好像被数位所取代 因为他本来就不太行碰这一块 真的是他的痛点 他也不太能够碰这一块 以前都是要透过巡回 或者是大家视讯 然后连到同一个族语老师的课堂 什么之类的 那现在如果能够分散到 每个小孩的平板上面的话 那他不是用来取代书包的 而是他是用来取代 看不太清楚的族语老师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我们在这些课堂 我们现在的想法 就是从我们今天开始 神神用平板 并不是说 那他就用平板去取代书包 而是在他的家长跟他老师 comfortable的那些情境里面 先去用这些再去 但是只要他的家长跟他老师 觉得不comfortable的那些课堂 我们并没有逼着大家要转换 那这个时候 因为第一印象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家的第一印象 就不会是一个 老师觉得剥夺这个老师的教导的权限 家长觉得小孩因为这样更晚睡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不会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小孩也会觉得比较舒服 老师跟家长愿意稍微学一些 至少对于那个科 或者是那一种科目 那一种教程来使用 那等到真的评价状况 真的大家必须要有句教学了 那大家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平常心了 对这个心态来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大概今年的做法 当然之后还是很可能有更多新的创新 也欢迎大家其实不断的分享 来 有人取消太好了 我还请问一下 因为那个深深有平板很重要 可是 用平板很重要 可是在偏销或者是原住民地区 其实那个数位的落差很严重 主要的是它的基底设施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优先被考虑 对 就是说我们也有发现到说 有的时候在一个偏乡 或原住民地区的地方 它可能只有一些spot 就是学校有宽品 文件站有宽品 卫生所有宽品 但是就是这几个地方 中间那条路是很高的 对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深深用平板 为什么不叫有平板 是因为他带不回家 他家里没有 所以我们用词都这样的精致 因为我们要是讲有平板 那他就会觉得他回家一定可以用 但是因为基础件事 没有到他回家可以用 所以我们现在只敢说用平板 但是当从用平板真的变成有平板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刚刚讲到的 不管是地位卫星 或者是一些新的这种投资的方式 那因为现在 不好意思 就是牵线到那边去 它贵的不是只是一次性的铺设 它很多的是那个维护的成本 那是所谓的经济不利益地区 那所以如果就是哪一天 我们的补助预算少一点点 离可能比较短 事实上是这样子 那我们也不可能这种 根本就是经厂门的东西 一直是用前瞻啊 资本门啊去留用 这其实在预算上面也不外可 所以fundamentally 这个也跟我们的很多友邦就是在尼亚小岛一样 反正我们就是要找比较便宜的方法 来就是做这样子不会的服务 对所以 那最近当然也是因为就是 俄罗斯侵略困难的关系 大家都发现说 第一位卫星 真的就是它跟就是全世界联合国欧盟 视讯它都看得蛮清楚的 对吧 所以就说还不错 那所以 第一个是说大家的接受度 真的变得比较高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就不是用它来 跟城市里面的这些官邻竞争 因为说真的 它现在也真的不过成型的官邻 那所以我们可能就不是说 它来这边营业什么 当然我们那个办法有出来 但是说不定是说 因为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无论如何得花点钱 而且我们是省钱 所以也许是可以用这种试点的方法 就是在我们特别经济不利益的地区 而伊卫卫星特别值得来做的地区 那它如果这样子一做的话 那立刻那整个area 立刻就有环境覆盖 那那个时候才真正是 甚至有平板 就不会说在这一两年 我们只能先说用平板 那我们这个 我们有很认真在规的话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好 来 请说 就是附带的就是 因为基础建设的一个问题 其实它是拓展了那个 网络的一个便利 那可是像我们国家公园 它就被要求要通讯正常 那你在高山里面 你在3K公尺的高山 然后通讯正常 我们只好盖铁塔 对 盖那个 可是这个的话 它在环境议题上面 其实是有很大的冲击的 那不晓得怎么样 您的看法 当然我们看来的情况 就是说它是用像powerwall 这种除电的装置 然后配太阳能板 那它配一辆Tesla 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人做的 对 对 那它就既有一定的移动力 那它看得到心情 就有幻灵讯号 那而且看起来 对旁边的环境 也不会造成太大的破坏 那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它把那个 电力设施的问题解决 其实 我们很多就是 不管是P3 Power 什么之类的 但是那方电 还是最困难的事情 没有电网就没有网机网络 那所以如果用某种方式 就是说六式分散式的电网 不管是太阳能加上出门 还是什么别的方式 那这个分散式电网 又Portable 那所以只要大家觉得 在那边造成了什么危害 我们就把它移动一下 对吧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 基础建设 有那个环境危害的问题 都是说 我们盖这个盖到一半 发现底下有断层 那这个太美感 那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通常是那个环境的评估 跟这个建设当初的评估 开始出现落差 那但是只要你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Portable 就是你是可移动的 那你发现什么端层 什么 就一个两公里 就是说 它的那个意义就完全不同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去投资中 比较轻便的 那Portable的 那电力装置 那有了这个时候 你不管接地轨微信 还是接什么微波收发 还是接什么连对点的 那个5G专网 这个都是相对容易的事情 所以要先解决这个底层的问题 希望回答在这里 来 再问一句 这我想请教一下 教育部在推这个深深用平板 可是当然某一部分的目的 是为了缩短这个数位的落差 可是我们考虑的是学生之外 那可是对于老师的这个部分 因为可以感受得到 好像在很多媒体的报道上 这个基层的教师对这一段的 这个抗拒是非常大的 第一个因为他们可能也不知道 怎么用这个平板教学 那今天这些平板发到学校去 是造成数位灾害 还是真的是对教学有帮助 那整个政府在这一段的协助 跟帮助是什么 其实这个灾害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比较像是资安维护管理的 那个上面 那这个确实是我们最开始 就有想的比较周全 这个倒是比较太好的 就是因为它其实是类似端末的这个装置 有点像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iPhone或FemiQuartz 就是便利商店的那些端末 那那些为什么没有造成 店长跟店员的灾害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它 后面只有一台主机 就是那一个headquarter的那台主机 那我们要部署什么 就是新的应用程式 部署新的系统等等 那个都是透过那一个mainframe 就是那一个就是中央主机 那那个端末 你就可以想象成是 一万两千家的便利商店 其实只是四台不同超商的连锁主机 再配上一万两千个螢幕分件台 这样子而已 对 那所以你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比较减少 在每个地方 你自己装城市 这个自己什么越狱 还是什么之类之类的 这样的东西造成的资安上面的 或者是维护上面这种灾害 所以这部分我们是有设计进去的 但是我想大家比较考虑的 可能不是就是资安上面的问题 而是就是心理感受上面的问题 其实确实我常常去一些 像原住民族的这个深夜小学 什么之类的 他们是可能声乐很厉害的 会进去讲什么之类之类的 那他们是很担心 因为就是说你一唱歌在 就是在attractive 也没有这个candy crush 还是什么东西 而来的attractive 就是说能够让小孩去接触到 平板上面那种就是 刚讲到就是说 专门让他有成型性质的这种东西 可能也包含抖音之类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老师其实对于课堂的掌握力 就消失了 他没有办法掌握他的课堂 而且可能小孩就会立刻就是进入一个 他没有进入过的世界 那所以这里面大概两个配套 第一个是说 因为他是用平板 不是有平板 那个平板不是他的 所以下了课之后可以收回去 他就这就不是他的嘛 他就没有要用这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我觉得也可以更多的就是 就是老师他自己有一些 把平板或者是上课当中他的手机 当做教具的用法 那相似外的就是一个最好的用法 就是大家的手机 一开始都被我征收过来嘛 那征收过来之后 如果有一个想要按赞的冲动 或者是想要扣个废文的冲动 你知道现在很多学生 就是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时间 你不让他稍微划点东西 然后扣个废文按个赞 那他手会抖 他会有戒断症 这个玩意不是开玩笑 这就是mental health hazard 事实上是一个精神卫生的问题 对 但是你要戒断 就是你要给他一个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第一危害的尼谷厅贴片 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你要让他知道说 同样这个风吹的 你还是有那个rush 就是按赞的那个感觉 但是你不会去抢夺到 你旁边的同学的注意力 而且你按的赞 对你这个课堂有帮助 就要变成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说第二部分 就是说他在教室职能上 就是用一种慢慢去引导的做法 但是我满同意 就是说如果一下就变成神有平板的话 但是几乎是一个零合的东西 就是学生多花一点时间来这边 他就少一点时间 所以这个我们是一直都蛮在意的 我在行政院会有专门发言讲这件事情 说不要特别去讲说几年之后 一定都能够容易教材教法 就是你要让老师跟家长去take their time 他们慢慢的 他如果最后花了十年 你就是花了十年 当然如果最后花了四年 那就是花了四年 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能 因为教育局都是听教育部 教育部如果说三年之内 就要调整教材教法 那立刻就是一场灾难 所以后来我并没有定一个年前 很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都避抱不能 但我们时间是不是很想到 我们的时间其实上已经超过了 不过就看政委是不是要继续回答 我们一些问题还是说 那我不会挤啊 那我们下一个老师 我们因为下一个时间有点调整 是吗 是 所以政委可以再有一点时间 如果要下课就下课 不然我就继续回答了 如果要先这个就是去做别的事情 我们时间会休息的朋友 不需要这个而觉得聚属 也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政委好不好 持正向内心强大 无畏网路酸言酸语的心法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那个学到自然的心法 小时期 我就不特别讲那个 我做Siri的那六年嘛 2010到2016 那我觉得我真的是跟Siri Team学到很多 那Siri Team他们在每一个 jurisdiction 在每一个语言环境 他们都会特别找一些诗人跟剧作家 然后去特别去写那个剧本 去说就是你不管怎么骂Siri Siri的意图是绝对比我还高 你不管怎么open他 他绝对不能活力行动问题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说 不要浪费你的注意力 所以当你的注意力在Siri 想让你攻击他的时候 他会想办法就是用幽默的方式 或者是引导你去就是比较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文化里面 都要另外找一组人 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真的学到很多 就是从Siri Team上面 我就看到说 我碰到网络上面 新的酸言酸语什么东西 其实我会有种很开心的感觉 因为我在做Siri那六年 很少就是有什么是我没看过的 所以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一个很创新 Original的一种 辱入我的方法的话 我会觉得 原来中文可以读到 我可以这样用 这个需要中文 英文还不能这样用 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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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难以翻译 我想一想 我如果要翻给英文 Siri Team看我要怎么翻 这时候我会有种 好像就是一个博物学家 碰到一种新的蝴蝶 这样子的感觉 我刚刚用拉丁文帮他命运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说我不但 这边不是说什么内心强大无味 而是说我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就是我看到了一种新的骂人的方法 这样子 然后我来想一想 如果我们还是在Siri Team剧本组 会怎么回应他 对 所以那这个其实是 就是不容易 其实不是一般人都有的爱好 但是 就是说因为这也算是一种 就是职业伤害 就是在做Siri Team的时候 看了太多了 就是大家 大家跟Siri互动的方法 所以现在我真的 就是把它当作语言的材料 就是当作一种语量 所以这种余料的博物学的这种观点 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选 但是就是我实际的状况 那有三个朋友们问说 要怎么样看中高龄 重回职场就业的推动 以及怎么样打造 进行工程共创的场域 还有就是说 协同工作跟现前投入工作 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景 未来如果不再逆着工作的话 现今推动主要工作 是不是还会延续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中高龄 重回职场就业的一个 就是说 那一个职场 要让他觉得他很友善 是我们很appreciate他 他是作为一个资深的顾问 而且他不是 好像抢腰年轻人的舞台 就是说他不是好像位置 就已经很少了 他要回来再占掉一个位置 而是说这个位置之外 那他的一些domain knowledge 一些wisdom等等等等 让年轻人觉得 好像有一个很可靠的一个人 他可以随时 他不会来干预你 但是你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就出来用他的经验 用他的智慧帮你写 帮你解决这样 那所以像我自己 这个在公务门 大家都会问我说 公务门里面那种资深的 快要退休的 六十几岁的这些朋友 是不是什么数位转型的组 什么之类之类 对那很多国外记者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就说我个人的经验 完全都不是这样 我在刚加入内阁的时候 当时几乎都是靠 有一位这个李雪清顾问 那他当时就是行政院的顾问 已经是最资深了 没有比他高的是五分的职等了 那但他真的就是顾问 所以他不会好像说非要我怎么样 那但是我每一次就是试一些新的方法 然后碰壁而发现说 这个主机总署没有办法把我们投资到位元的事情 解释成投资到水泥的事情上的基础建设去计算 什么之类之类 那但是他就是会很创新 因为他什么都看过 所以他就是想说 但当年20年前什么之类有过哪个凡事 那个凡事是这个意思 那或者像当时我说不是你去上班吗 那也是他去找到说人是行政总署 还是行政局的时候 曾经说你如果事物管包含 你的工作跟随时回应网路上的东西有关系的话 那你就不受工作地点的牵制了 那这个还是我不可能用全文检索找得到的 之类之类 所以就是说每次碰到状况的时候 那他就是用他非常优秀的判断力跟经验 然后告诉我说 他觉得我的方向是对的 他并没有来干涉我的方向 但是我这个方向只要连接到之前的努力 我推动就会变得非常的顺利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是非常好 那当然他现在退休了 但是他仍然是就是我们的就是 所谓发展部的策略处的主要顾问 所以每次碰到任何事情 大概就是他都会有这样子的帮助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当然是我个人的经验很难去一般化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对于职场里面 大家的稳定性 心情的稳定性 帮助非常非常大 就是加克力好如留意包包的那样子 一个感觉 那只要职场往那个方向去规划的话 我觉得中高龄的即时退休之后继续就业 我觉得他就会被年轻人觉得说 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就是有对人的一些经验了 那第二个是说协调推动工作 我之前不管我在Siri 还是在其他的Team 我的工作大概也都是一个桥梁的角色 就是去把民间的创业 我们的开放人士马的这个社群 那跟这个本来根本没有什么开放人士马 传统的像苹果这样子一个非常大的 严密的这个组织 它就是科层的程度也不会输给一般的这个工部门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比较像类似国法的那种工部门 就是它就是每个人都是激战灵 而且是need to know 就是每个人只知道需要你知道的那种事情 所以比较没有什么神前管道的 刚刚那个抢位子的问题 但苹果比较不发生 但是它确实是非常的阻止严密 那这种情况下 通常比较不会接受开放师的创新 因为苹果这种问题 那这种定义就是陌生人来帮你创新 那你怎么知道陌生人是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文化也需要改变 那我们Open Source这边也需要对于 苹果为什么现在来说Open Source 它是真情它是假意等等 我们也需要做一些心态上面的调整 对吧 那所以当然这个我的工作比较容易 那个在维染研究院去请那个自由典体基金会的SONA 去维染演讲那个人比较困难 他真的是 就是因为他本来是死对头的 就是维染跟就是自由典体基金会 但是最后这个也发生了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平常敌视的 或是觉得是zero sum 就是说零和的 那在某些前提达成之下 就是有共同的价值 或至少有共同的公益目的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可以去创造一些SPA 一些亮点转捞 那在这个转捞里面 至少大家有一点点好的定义影像 那有这个好的定义影像 那有这个好的定义影像的时候 政后合作就变得比较容易 所以我就是做事的方法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点 那最大的差点只是说 我们在工部门必须要照顾 就是不是我们客户的人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客户 那又因为我们在做民主网络的推广 所以可以说民主政体里面的人 都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这些工具什么 大家都可以用 那就算不是民主政体 威权政体里面想要民主政体的人 也变成都是我们的客户 所以之前有位全国不分区的议委说 我的工作比较像全球不分区 但是可以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确实就是利害感情人变得比较多 但是做事的方法甚至如此 那第三个是说推动的主要业务 是不是还会继续 应该都是会继续 我们的开放政府的工作 已经签了那个国家行动方案了 那我们看到立院的四个主要的党团 也都支持我们的开放国会的行动方案 所以可以说是关于开放政府这件事情 我们各个党派只有在竞争 谁更透明 谁更开放 好像已经没有人在主张黑箱了 主张黑箱的2014年都选不上 这个可以说是已经非常稳固的一件事情 其他几个题目我觉得也都做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包含就是不到18岁的青年的参与 那现在尤其因为情形和方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高中生 现在他们对于校内的事务 甚至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 我觉得也不需要什么政策推广 那么现在非常非常的活跃 其实是最活跃的一群人 十六七十岁那群人 可能就是跟六七十岁那群人 是就是最活跃的两群人 因为这群人就是时间最多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也最在意大家的未来 对不对 不是只在意下一个季度的事情 所以就是他们的时间感比较像 而且时间又最多 所以大概心一共传就是十六七十的 这两群人凑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 那我大概之前说就是 就是取营造一些空间一些平台 那这些都已经写成要点了 所以不管我当个单元政务委员 这些要点应该是 看起来不会被废除 大概都会继续执行下去 先往回到这个问题 那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请问政委面对性别平等议题的态度 在社会科技上面 会遇到性别平等的状况有哪些 以及怎么样解决 我觉得在社会科技 我之前有路过一个 就是邀请高中女生 来学资安的那个宣传片 跟趋势科技的那一位一起录 我们各录了一支带的VCR 那里面我就有一句话 就是对方是一个 到时候女生问说 那这个 可是学习资安的 不是大概都是男生比较多吗 然后我就说 其实就是我学资安的时候 电脑没有问过我的性别 所以 事实上是这样子 那我也觉得说 我们现在用数位这个词 然后像现在很多大学有数位系 那它很多是在设计学院里面 那我觉得这真的很棒 就是说你学的还是写程式 但是写程式是为了 让你更好的了解人的需求事情 以及解决这些需求所带来的问题跟挑战 那在以前我小的时候 有一些系组是叫资讯工程 那工程的话 感觉就是比较硬的东西 就是你大部分时间是跟机器相处 不会去跟人相处 那你如果去看那些数位系出来的设计师 城市设计师 跟资工系出来的工程师 他们的那个SILVUS完全一样 其实它就是换一个就是酒标而已 对吧 甚至这个也没有什么新的瓶子 就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我们只是用一个新的词来称呼它 那但是确实很有帮助 就是你如果去看那些数位系里面 设计那些类组的招生 性别是非常平均的 事实上女生还多一点点 对 那因为他们被当作设计雷克 那设计本来就是越奇怪越好 所以就是说那你这个LGBT 什么都没有问题 感觉上设计师就是很奇怪 那但是如果这个 就是没有起于刻板印象的意思 那但是如果是工程师的话 那他旁边是工学员的其他的学生 那就算实际上 他没有什么性别的bias 在造成的时候 他无形中也会形成一种 心理上的一个障碍 那事实上当时我们都比 要办高中女生的资安 就是因为资安 那长期被当作工程师那一边的 很少被当作设计师那一边的 很少被当作设计师那一边的 他不会是新媒体 资安新媒体 不可能放在同一个地方来想 所以就变成是说 如果是一个高中的男生 跟他的家长说 我想要去当白毛骇客 我要去响应科技部的什么东西 教育部的什么 AICS AICS 什么之类 那家长会说好啊 你会发生你的兴趣 但是如果今天一个女生说 我要担任骇客 那这个比较像 这个Matrix 那个Trinity一样 骑重机 很酷的样子 那但是就是 跟那个性别的那个 就是他家里的接受程度 他要花额外的时间去解释 不是说不会成功 会成功 但是他孵出的那个解释成分 就比较高 那所以我们去办这整套东西 他的目的就是要 就把这个解释成分 这个什么 归零 就是让他不需要特别解释 他只要说 这个就是总统请我们吃晚饭 对吧 那我们真的请谈一下 对 对 对 那这个 这就是科技部 这个已经跟教育部谈好了 那我 考上了这个 就好像 就是科展还是什么 数学精士 还是奥林匹亚的一样 那我就立刻 保送到非常好的 研究所 这类似的 我们就排一些 看起来都很厉害的 包含总统 出来 然后当那个神主拍 真的 真的还有用 就是说 这些高中女生回去 跟家长这个 看那个简帐 然后等人家长就看到一堆神主拍 那他就说 好他这没有问题 他就去 那个叫什么 资安女杰斯 对不对 出去当白帽海客 对 那这是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也不是 没有我们自己的损盘 是因为 我们资安人才真的非常非常诠释的 就是国内最缺的人才项目之一 那所以如果 我们都像以前那样子 就男生性的比例 96-97%的话 那我们也活生生 就是把 就是两倍的 人才资源看到剩一半 那这个对 对国内的资安是非常不利的 那所以就是我们问了 这么久 大概就是说 电脑不会贵人的性格 你在做的事情 其实大部分是跟人相处 是设计的工作 尤其现在真正面对机器的 大概都是原来在做的 那这个时候 其实性格真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沟通能力好的人 是有流失的 不管你的性格怎么样 那就是说 这些新的这些讯息 就是很多家长 或者他的那个 就是学校老师 可能要清掉他脑里很多快去 就是以前就是 还是非常繁重的那种 工程工作的那种感觉 那大家会觉得 就算是以前 城市设计里面 最偏工程的那个资安 现在其实也是 就是新的这个状态 那对他不能有什么 刻板的影响 所以大概就是靠了 神主台跟班尼先生 这样子的活动 不可能立刻解决 但是慢慢的感受的好一些 那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说货币是未来的缺制 似乎是未来的缺制 像政府有什么规划 以及未来是不是 甚至是虚本的普及 甚至取代 职本的货币 为什么瓶颈要突破 我会觉得说 当然大家在疫情的 就是前一年的时间里面 大家就是支付喜欢 这些场景里面 我们有没有可能 就是让大家的整个体验 变得更容易 那像什么开放春晚银 开放这个银行界的open API 大概都是这样 就是说它把你的这个创造力解放出来 那每个人只要有一个好的想法 一些一个新的client 在你的手机上在哪里 那你本来可能就是跑柜台的 很不方便的等等的事情 也就变得比较方便了 那所以我不会觉得说 好像数月货币是什么 就是国策国界民退 所以大家就非得用不可 因为我们想要知道 每个人晓得支付 到底去了哪里 因为我们并没有这种 就是借着疫情 控制社会的那种想法 可能别的地方才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 我会说 我们就随便挑一个 什么发生的社会事件 然后就说 我们现在就要来赶快 推这个央行的数位法币 而且大家从现在开始 都不能够用现金支付了 那其实作为政府来讲 你要推这种事 真的很容易 你只要说便利商店 不准装的提款机 你其实我也朝我 明天开始不抓 那就是立刻大家都用数位支付 因为主要会想说 就会猖獗嘛 那你也没有办法取得陷阱 但是就是说 这种事情就是 对大家都是有害处的 那对大家有害处 只是为了要让 Movicet的恐怖发展 这种事情 在民主政体里面 谁做谁下凯 对不对 立刻大家就上天抗一 那所以我们当然 是不可能透过这种 就是好当的方式 去做战责数的货币的推战 你说有什么 很紧要的突破 目前看起来还好 因为就是新台币 在国际上面 贡献率还蛮高的 那央行也做了 就是该做的研究 大概都做了 那我们现在大概就是用 数位 但是是新台币的支付 然后是用比较开放的API 包括还有民主网营等等 大家都可以 更容易地去自己 一些金融的工作 但是你说 纯粹是用密码学来取代 我们目前的新台币的流通方式 央行做了两三年研究 他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 这个场景是用尊姜 或比我们目前的数位支付 要来的好的 他们真的没找到 所以如果你有想到的话 你可以告诉洋行 那这样的话 可能就是有一个 金融创新沙盒 就可以去实现了 他们做那个研究的时候 还没有出现 跨国宣服的这个需求 就是大家关在家里 需要宣服的时候 的这个需求 这个还真的是 就是真正好的场景 不过我想就是 因为台湾大概也 你有什么报道吗 我们并没有哪一天 是大家非得拐在家里 有可能 所以其实这个在台湾 并不是当心的需求 也难想象出 在台湾会有一天说 我们为了专门这个需求 来发加密货币 想要跟他整个问题 那有第四组问说 就是疫情下的 家庭众民的劳动 让妇女承受相当大的压力 尤其是职业的妇女 那政府有没有什么协助的策略 或者是协助的资源 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因为我并不是承担机关 所以我只能就是 anecdote 就是我自己碰到的 一些的事情 我想要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个是说 那个工作环境 我们在工部门里面 不管是 所谓的分类办公 视讯等等 那大概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那个子安的问题 如果大家不相信 这个子安的状态 那我们被活用一些 民间的 我们子安也没有取得 认证的方式做 那在疫情延续去年5月的时候 有些地方都有试办过 那而且试办的时候 我就开始接到很多信 就是这种 就是需要承受照顾压力的 很多是妇女的公务员的朋友 告诉我说 希望疫情趋还之后 千万不能够回到这个 就是非得去办公室的情况 因为它已经调整到 这个能够兼顾的这个情况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花了 比较多时间再去团点说 那在什么样子的情况 假设它的业务中间 真的是会碰到一些 医稿阶段不能公开的东西 那怎么样是大家可以相信的 面对也加密的 我们现在叫做Zero Trust 就是你怎么样认证你自己 等等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发现确实是有一些门槛 像自然均证 就不太容易割空刷嘛 那之类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一些进步 像我们的MyData 或者是MyData 或者是MyData 或者反正就是国外 会自管出推的那些东西 那整部推的东西 都包含什么公务员 什么 这些大概都已经 不需要再来评证了 我现在就是用手机 然后装那个行动 再来评证 装FIDO 那因为它的差别是说 如果你在家里 然后你要就是随时 就是查卡千刀千而已 而且Zero Trust的情况下 你几乎每做一个动作 你都要查卡 这个做自操作 那其实是非常麻烦 而且到最后就是 一定会出现一些 就是卜卡奇啊 或者是驱动程式啊 这些什么东西的问题 那一旦问题你难以排除 那你那一天就只好回200公尺上班 那这个其实对大家 都是不稳定的 所以像这个 就看起来非常指纹磨叽 但是如果你就是 现在不是这样子 而是 因为现在大家手机 不管指纹还是FIDO 大家都知道说 我这个生物特性 不会传到任何地方 它是停在我手机里面的 它只服务为一个人 那这个自然上是相对没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装了 新装自然凭证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是 正在一一的盘点了 就是整个公文过程里面 或者是在办公室 需要做的事情 到底哪些部分 他现在还要用卡式的自然凭证 或干脆就没有办法 用自然凭证 那如果能够用新装自然凭证 还有电子现象法 所赋予的那种 就是根据实际现象 没有什么差别的事情的话 我们才能够把流程里面的这些 以前就是必须要专门跑去办公室 才能够办的那些事情 都移动到 你可以在手机上面 甚至什么都不用带 就可以办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些 服务设计的工作 才能够建立 像因为我们办公室 每年都会找一些年轻人 来帮忙做服务设计 那其中就有一组人 Rain RNY的这个 建计计划的一组人 去找到什么台北市的公托的 什么申请的系统等等 去帮他们做这个界面的流程 后来就发现说 因为公务员都不是在家里 滑手机上班 或是一面照顾小孩 那所以它设计出来就是 你在着急要用黄鼠 才能够用的那种界面 那但是他们实际去房间的时候 真正需要公托的那些家长 他们有很强烈的需求 就是你必须要单手 就可以操作这个网站 而且这个单手 最好还是只需要动大拇指 就是在荧幕的左下方 就有全部的常用操作 那在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做这个设计 开这个标案 写这个RFP做评选的 这些甲方们的公务员 自己都没有在家里 单手操作过 那他看完整个speak 甚至验收完了 他也不会想到说 有人有这样子的需求 所以就是反过来讲 就是说我们越多的公务员的朋友 开始有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完全有手机 就可以办公的实际经验之后 他们设计出来的这些 才能够去让实际需要 劳动部的社家属的教育部的 等等等等 这些服务的人 也有一种说 那我也真的就可以在家里 或者在远端 或者甚至因为在照顾人的时候 我也可以完成一些 我必要完成的这些事情 那这样才可以就是 推极及人嘛 对不对 让民间的需求更容易解决 我只能回答数位的部分 其他就是关于就是 预算分配等等的部分 那个就可能要承认机会来回答 那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我可以问说 虽然国家长期费动出的转型 搜紧搜的落差 但是中央政府跟现实政府 仍然是有很大的距离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做法 我倒不特别觉得说 一定什么东西都要中央来办 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采取的方法是说 当地方有创新的时候 中央的那个角色是 就是扩散地方所提出来的那个创新 那所以 诸位转型 这个就要看你 转型的方向是什么 因为你在国外 特别是 和smart city的某群人 那他们想的创新是 不是我们这边 我们是想说smart citizen 因为我们民主国家 所以我们是想像 民主典范 每个人都要有创新的肯定性 但是在很多 就是稍微偏威权一点点的 幻想领域里面 他们想像的 数位转型是 到一个 就是一个 类似全是全能的政府的 那样子的情况 或至少那个城市 那那个城市 什么都看得到 什么都帮你做决定 那所以理论上 有全部的资料 他就可以做最好的判断 但问题是说 这个最好的判断的逻辑 你如果发现 你受影响的话 那可能是没有办法 很容易的去改变的 所以就是资料 过分集中 这个是很多人 喊 社会转型 或社会城市的时候 可能隐而不宣的 就是说他就是要集中 去获得资料 跟决策权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组 刚刚很多问加密国币 或者是比特币 那一组 那一组是 刚好相反了 他希望完全的分散 他完全不相信 就是既有的任何的 包含民选首帐 或者是市政府 等等的任何制度 他们觉得说 那就是任何一个人 他们最喜欢说去exit 最好就是去公害上面自己 让他们做打扮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 去公害上面自己 他们很认真的 那他们也要去做 那个类似像什么charter city 对不对 就是去某一个开发中的国家 请他们改变宪法 然后就是画一段 这个不是自禁区吗 画一段示范区 然后在这个示范区里面 他就有他自己的 就算没有自己的刑法 也有自己的明法 那这些都是透过就是 点对点的那种 什么假密的 这个区块链 等等的方式 要去进行管理 那确实有一些人觉得 社会转型就是应该变成 所有人都是像这样子的exit 就是由自己来决定 但是我觉得这个 也没有任何民主化可言 这个就有点像NFT 到最后就是 最有钱能够买人头的人 到最后就控制了 全部的就是产出 那当你控制了 全部城市马的产出 你到最后也控制了 社会规则的产出 那其他人就做事就猜 所以就是说 不管是过分集中城市马 到有钱的人身上 还是过分集中资料 到有权的人身上 那我觉得都不是 所谓转型的目的 那所以我觉得 一定程度上 保持现在这种弹性 虽然不可能说中央政府 讲一句话 这个地方政府 就全部都是做 但是反过来也不会说 好像就是中央政府 判断错误的时候 地方政府就完全不要可救 事实上它就可以 立刻用它更好的喷嚷 发明出更好的这种做法来 那我们在疫情这两年多来 大概都会看到说 甚至不是地方政府 可能一个区的区长 一个里的里长 他发现说 我们上面的这整套东西 是不是错的 像我自己最耳熟能想到例子 就是因为是我自己判的错 就是当时我那时候 很高兴去口罩地图 看到说药局的分布 跟原口的分布 我们用内政部的 那个PGOS叠图 发现完全一样 所以我可以证明说 每一个人 比旁边的一个可用的口罩 的距离差不多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是有去算的 但是这个是毫无意义 就立刻地方的人就跟我说 就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台持生机 所以你在地图上面的距离相同 是毫无意义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那这件事情 因为我就是要等只一小时 才能一百二公尺 等我到的时候 药局就已经打烊了 那你跟我说 你翻山越岭这个 你只要有持生机 你就跟别人一样距离 这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对 那所以是我的错 真的是我的错 那这个时候 因为地方可以立刻就是 去隐隐 去有这样子的做法 那甚至他们当时就是 像巡慧式的 修大概的健保卡 然后或者号码牌 或什么 他们立刻就有隐隐的方法了 那就是 就让土造地图完全失准 那但是这个失准是对的 因为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他让我们看到说 对我们本来想法的这一套 其实是错的 那我们应该要改成 预购的方法 我们应该要改成 按照需求分布的方法 甚至在后来 那个就是 1922在2021年的 那个疫苗的 就是悬事大战 我们也特别因为那样子 所以如果在便利商店 悬事大战的话 他是从那个便利商店 去开车 然后我们还真的去做了 那个就是 就是自动导航的 那个车程估计 所以是真的 离他最近的 那个疫苗市大战 会辅导前面 而不是说 你翻山越岭 你在地图上 你把他执政机 等那一种 所以就是说 中央势力 对于地方的实际需求 是有落差 而那个落差 如果我们过分 集中资料的 这个控制权到中央流权的 或者是我们过渡 给这些 跨过的这些 以资本驱动的 这个 one size is on 的那些集团 大概都会出现 不民主的这个问题 但是毕竟我们这个 民主典范 智慧的一个想法 民主典范 是最重要的 今天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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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的奖励之后 有问必答 非常感谢 这一次热烈掌声 谢谢大家